我這個由文傳會已經回應了 然後我們希望新年是希望 所有國民黨的同志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今年最大的任務就是年底的縣市長選舉 我們在農曆年後也會趕快的展開所有的佈局 那這段時間我們也會走訪地方 聽聽地方大家的意見 主席因為您元旦的新春第一個開工日就從高雄來參拜 是不是在奪回高雄的首長有一定的期待 高雄我們一定會推出最強的候選人 那我相信也會獲得高雄市民的認同 我們會一步一腳印 就像今天跟很多的里長在一起 那很多的議員在一起 我在前一個活動也有很多議員跟我在一起 那我們希望我們持續的努力 深耕基層能夠對高雄未來的議員提出很多很好的政策 我們的市長候選人也會在農曆年後逐步的展開